大家好,那歡迎收看這次的大人玩具開講,我是Jeky 這次我們來介紹 宮崎晉雲博物館出的這系列的 就是他的動畫裡面的交通工具 那這交通工具呢 其實他包裝看起來蠻酷的,然後再加上其實他大小 不算大 但 也比扭蛋稍微 大一點點 首先呢我們來看一下他外盒,這是外盒呢 包裝設計還蠻 蠻特別的,那你可以稍微近一點,然後你可以看一下 好,這是他的外盒,那就是 呈現 畫框的感覺,然後旁邊呢有啦 動畫裡面出現的一個 場景 然後另外這邊呢,也有是 動畫裡面,所以這個是 Dotoro裡面出現的一個 場景的部分 那等一下呢我們把所有東西都拿出來 讓大家看 那首先呢稍微量一下 大小,你可以看一下就是 整個外盒差不多 接近18公分 那車子的部分,每一台都差不多大了 所以差不多8公分左右的 車子的大小 那這個是 他的外觀的部分 好,那首先你可以看到這一系列裡面總共有五台 車,然後有兩個是一樣的,只有眼睛不一樣 那我們來看這個一樣的部分,那除了眼睛不一樣,我們稍微 就不用特別介紹,那這一台呢其實是我覺得 非常有趣的喔,他是 王蟲,首先你可以看到這個 他的外觀喔,然後再來呢 他底下有輪胎嘛 那三個輪胎,前面這個輪胎在滾動的時候,你可以看到前面的 爪子 會做 轉動的部分 然後再來呢,後面輪胎在滾動的時候就很特別,那他要往後 往後推 那他會往前走,那我們 往後推之後把他拿起來 你可以看一下 好,他會呈現就是 蠕動的感覺 好,這是他 比較特別的地方,你可以看,我稍微把往後推多一點 然後讓他 好,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如果再加上前面的 輪胎會動 會推在地上走的話 他就連前面的夾子都會走,那因為 攝影機不方便對焦了 所以他就變成 在走的時候 你比較 看不出來他那種感覺,因為 因為跑太快了,可是你拿在手上 好,你就可以看到他在 蠕動的部分,這個是這一台做的還 很特別的一個地方,雖然他有兩隻顏色是 只有眼睛顏色是不一樣的 好,那接下來我們看另外一台,像這台車子 這台車子呢 他 你可以看一下特寫,其實我覺得這個 雖然 塗裝 並沒有刻意做什麼舊化,不過整體感看起來還蠻細緻的 然後因為他是卡通,其實在卡通裡面也沒有舊化嘛,然後你可以看到這邊有那個 小黑球,然後前面輪胎,這一次前面輪胎就沒有什麼動靜,然後後面輪胎 就有,後面輪胎呢,就是你可以看到他的 屋子 稍微往後推一點點 好,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屋子是會 會左右晃的 好,來呈現就是 車子在路上走,搬家的一個感覺,這也是 很特別的一台 然後這是另外一面 好,這是這一台的部分,然後 另外這邊呢,就沒有小黑子了 那這是這一個的 差異,然後這邊藏了一隻,那裡面沒有坐人 好,那再來呢,看 公車 公車這部分呢 前輪在動的時候就是這個 好,引擎蓋 你可以看到會有點 上下晃動 那車門那些都是不能開,他也不能 把車蓋掀起來,然後後輪 在動的時候他就沒有 別的機關了,所以公車呢 他的 特別性 相對來的沒有 那麼的多 好,然後再來呢 最後是這隻TOTAL的 部分,那TOTAL這台車呢 你可以看到,基本上他是後輪在動的時候 這邊 沒有什麼效應 好,可是前輪在動的時候呢 這個蓋子 就是後面這個蓋子 會這樣子做,會這樣子做上下的翻動,然後TOTAL呢也會 也會左右的 左右的晃動,你可以看得到 TOTAL也會做左右晃動的部分 所以他有兩個部分呢,會因為前輪在動的時候 他有 有效應,然後裡面呢還藏了一隻 類似像小的TOTAL 然後這是底下的 輪胎的部分一樣是 往前推他就 往後推他就往前跑,所以這一系列呢都是屬於 回力車的系列,那他的大小呢 其實就是 其實跟TOMMY的 車子的大小差不多啊 就如果你之前有收過TOMMY的車子,你可以 稍微比較一下看一下 他的大小,那我覺得這系列呢,雖然不像TOMMY的車子 是屬於合金的部分,不過他的 細緻度啊,上色,然後就是整個卡通感,然後 再加上他會晃動啊,其實做得非常的不錯 那在這裡推薦給大家,雖然 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我要去搜尋一下,不一定可以找得到 不過最後呢,還是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的大股玩具開箱,那 那這隻王蟲其實還是最有趣的啊,就是會 產生蠕動的部分,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續 關注大股玩具開箱新品介紹,然後有任何需要預定商品或是 需要配合的廠商都可以與我聯絡,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的 宮崎駿所出的系列小車的 部分,但我覺得他這應該只是第一彈喔 你會覺得,嗎? 是好,謝謝大家 那麼,謝謝大家